好了 準備來出咱們的第一道題目 黃小豬搭時光機來到清朝末年 走著走著看到國父便出聲叫住他 請問以下四種打招呼的方式 何者得不到國父回應 A Hello 中山先生 B 你好 中山橋 C 吃飽了嗎 日昕 D 午安 國父 還可以這樣 蘇勢隊 誰 好 妳可以講出一個 把它刪除掉的答案 刪掉一個答案 我刪掉就是大家最清楚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人叫他中山橋 所以B絕對不會是 就B叫他 他是一定會回的 其他就住嘴了 就交給妞妞來回答 D 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還沒那個 還沒怎樣 他是死後才叫國父 對 恭喜得到1分 謝謝 好通名喔 因為日昕的話 日昕 是他的名字 沒有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他們喜歡取各種話題 4號 對… 躲避被追棄 所以一下叫這個名字 一下叫那個名字 所以也叫過日昕 日昕 中山 中山橋 中山先生都是他 好 第二條題目 第二題 四位古人來現代旅遊 為了謀生 只好靠其知名度接業配 請問哪位接錯業配 可能慘遭廠商換掉 難度很高 言回 勤儉節約能源才不缺 政治節能代言 B 孔子 醬香滷肉香香似義國人 滷肉飯代言 C 莊子自然就是美 卸妝棉代言 還有D 子露 家電買一送一與朋友分享 特賣會廣告 這邊也有 杜甫對先 對 杜甫對先 來 你可以去掉一個答案 會被廠商換掉的 就表示那個名死是不相符的嗎 對 對不對 所以像元徽這個 因為他本來就是很貧窮 很節儉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他不會那個 所以他不能被換掉 他不會被換掉 一瓢瓶 對 刪掉A呢 所以刪掉的是選項A 剩下B C豬讓小豬來選擇 好 B C D 我心裡有個答案了 告訴大家吧 我覺得是B 孔子醬香滷肉飯香香四義國人 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 他沒有吃素 他沒有吃素 原因是孔子吃素 他應該吃素吧 我知道他是四義國人啊 孔子不是和尚耶 真的嗎 3 2 1 請 好吧 那選子鹿好了 所以大家知道 子鹿的家電買一送一與朋友 分享特賣會廣告會被換掉 因為 我感覺不是一個 這麼愛分享的人 所以不要 確定了吧 對 那我選豬好了 大家應該很熟耶 好 選豬選豬是不是 恭喜答錯 好啦 按一下就好… 這就扣又分了 因為為什麼你看 子鹿她的性格就是說 與朋友分享 對 與你分享的快樂 勝過獨自擁有 就是她 對 與你分享的快樂 勝過獨自用手 擁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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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一 請舉手 請舉兩手 1 3 來 這裡… 去掉C 去掉C 對 因為莊子本來就是那個 走一個自然派 如果我沒記錯 以前國文 就是有念過每個人 有一個派別這樣子 對… 所以小賴要選什麼 剩下答案就是 那我選B 孔子 原因 原因是因為孔子 不… 她只要給答案就可以 她還沒講原因 原因啦 原因叫兩個字 每月A跟D剛剛都被講過了 剛剛小豬已經選B了 不要 我選B 確定嗎 沒有孔子 真的沒有吃 3 2 1 恭喜得一分 這個要吃吃菜的 為什麼呢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孔子以前犯了案 然後就被剁成肉醬 拿到她的面前 這個只不叫是獅之剁 當然不是因為這樣 但是拿這個肉醬給她看 所以孔子從此以後不再吃肉醬 她到滷肉她就想吐 因為她就想到 孔子被剁成肉醬的樣子 我們還猜她是吃肉 所以